美国总统拜登罕见的没戴口罩现身 因为他要宣布的就是打过疫苗的人不用再戴口罩了 宣告美国朝回归正常迈出一大步 事实上这是美国疾管署最新公布修正的防疫指引 只要打完两剂疫苗的人在室内外都可以不用戴口罩 而且也不一定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但若是搭公车飞机火车和去医院的话都还是要戴上口罩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解禁 美国民众又是怎么想的呢 有的人说等这一天等好久了 但也有人认为继续戴口罩比较安全 全美目前有一亿一千七百万人已经完成了两剂疫苗的接种 占总人口的46% 但是接种疫苗并不保证就不会被感染 纽约洋机队有一名球员以及七名球队职员 打了只需要打一剂的交生疫苗后确诊 佛州州长则打算赫射之前 所有因为拒戴口罩吃上诉讼官司的民众 看得出来随着疫情放缓 美国政府对戴口罩的立场也逐渐放松 TVBS新闻总和播的哦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